云林先议员陈芳颖自曝遭到时事评论员朱海祥信骚 事件曝光之后引发外界的热议 周一深夜陈芳颖就在脸书上po出了 他正在医院病床上掉点滴的照片 而今天他再度po出了在医院打点滴的画面 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上的时间显示的是凌晨两点钟 他连日难以沉眠 有不少的网友看完之后也表示相当的心疼 再来看到是信骚的案件 云林先议员陈芳颖在脸书自揭遭到信骚的过往 而且他点名的C名嘴 二路要求C名嘴他要在现实的时间道歉 那就在陈芳颖发文的20分钟之后 被影射的C名嘴朱海祥 他随后在脸书发文道歉了 但是他表示说他自己不记得了 还说同时的友人也都没有印象 就来看到这个陈芳颖颖他非常的生气 二度再PO文而且他还还原的现场 他说那时间是去年的1月11号 先去热炒店吃饭 然后朱凯翔就邀他跟另外一男一女朋友去KTV 然后朱凯翔是当着另外两个人的面对他说了两次 可以跟你插炮吗 当第二次说的时候呢他还瞄了旁边的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竟然起身躲到厕所里头去了 他说呢他道歉回避 企图已喝醉了不记得对不起轻轻带过 他说他不是唯一被骚扰的也不是第一个许多受害者都会慢慢的浮现 好就来看到呢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说了 在那种场合问同席的人有没有印象 问了也是白问 而且高雄市新闻局长王浅秋更是直言 朱凯翔道歉的诚意不足 他选择自己出来面对 我觉得这是OK的 那但是问题是 现在朱凯翔的说法就是说 他问过当天的那些友人 那没有这个印象 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那但是他决定还是要道歉 我必须说在那种场合里头 假设是凯翔跟陈芳营 两个人在那边讲话的话 旁边的人是听不见 因为KTV嘛 KTV又在吵 然后可能有人在喝酒有人在唱歌 如果他们两个在旁边讲什么 我想旁边的人是听不见 所以基本上问了也是白问 那我必须说 凯翔我大概有点了解 所以你说他会被喝到 记不得 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发生 我自己喝酒有的时候 会喝到记不得 当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那不管怎么样 对方已经做出这样的指控 那我觉得凯翔就是要去面对 就是要去了解 那我觉得要去争 同样的 不管是朱大也好 凯翔也好 我觉得都一样 就是要去争取对方的谅解 那对方不是一定要去谅解你 但是你要尽力试着去争取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该做的 但我认为就以凯翔 他的脸书上面的贴文 他的说法 我还是觉得诚意有点不足 因为他第一个先讲说 我都不记得了 我都没有影响 问过别人 别人都不知道 那因为基本上 如果是当事人自己当时的对话 理论上旁边的人不太记得 自己还蛮正常的 那这些话 也许他平常可能常常拿来 讲开谎枪吗 还是这些言语可能造成的伤害吗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没有印象吗 所以他就先说他不知道 完全不记得 但是他道歉了 所以我不知道对于女方来讲 这样算不算很有诚恳的 道歉的诚意 时事评论员朱凯翔遭云林县议员 陈芳吟爆料出他性骚扰的言辞 那么朱凯翔呢 在昨天脸书上粉专就发了长文致歉 但是他说他无法记起 陈芳吟指控 而且呢致歉文没有署名 外界呢就说他没有诚意 好 鸡排妹呢 郑嘉纯也抨击说 连个署名都没有 帮你加上朱凯翔在下面好了 那么律师呢 林志曲呢 更是就他发文的细节说 时间地点都记得 但性骚扰的时候刚好就是断片 这就是专业